而且我还发现这一盘草莓的话 还有两个走进马上就会长出来咯 所以这个草莓我不需要再卖了 光它们的走进繁殖就可以多出太多盘来了 这个草莓苗旁边的是前阵子我剥的这个向日葵 出芽绿还是可以的 这个剥了八粒 出了七粒 大家发现了吗 苗现在已经好大咯 哇大家看这下面的根 我现在要赶紧给它上盆 这样的话它才能长得快 尽早开花给我看 如果再不上盆你看看 肯定会限制它生长 那个底下密密麻麻的全都是根 太恐怖了 现在就来给它们上盆 像这一种两颗一盆的我就用这个两家人的盆来种 这一个一颗的就用一家人的盆来种 土的话还是用这个苏果土来种 因为这个播种的时候我也是用这个苏果土播的 直接用土把这个瓜子这样放出来进去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然后把这个苗给取出来 稍微花盆捏一下就好 捏一拖 这种还可以 像这种橡肉葵看起来有点小土长的 就可以把它种深一点稍微埋一点劲 这样的话更不容易倒 这样就种好一盆了 这样就全部种好了 最后再给它们浇透水就可以 浇透水之后就可以把它们搬去缓苗了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缓个两三天就可以搬出去正常养护了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缓缓